外面上一輛拖板車停在路邊 後方冒出三層樓高的黑煙 令人觸目驚心 司機表示原本要得何鋼在運怪手 卻發現煞車似乎過熱 因此停靠路邊 沒有想到下一秒輪胎就開始冒煙起火 還好人沒有在車上 機械故障煞車到時候過熱 所以你們就把車停在路邊 結果沒想到就 就起火了 對 祝我們兩個 真的嗎 公車啦 我還以為是變電箱爆炸 剛開始是聽到碰的聲音 就出來看那時候還沒有冒煙 就想到說搞不好是 它這樣子轉彎 太裡面了啦 輪胎碰到那個安前島 交放單位在當天12點50分 收到請止中心通報之後 立即趕往滅火 而拖板車早已經被黑煙籠罩 所幸在半小時之後控制火勢降低損害 它就是右後輪起火 因為它是塑膠啊 那個黑煙很大 所幸沒有人也傷亡 我們到這裡那個時機都已經 逃出那個駕駛座 我們順利的把它扶滅 這次救援前五共派遣三車六人進行救援 但起火車輛過於龐大 目前只能留在現場等待脫掉 而詳細情火原因還在調查 採訪 採訪報導 好